月季花叶片插入芦荟中 生根块成活率高 一盆变多盆 月季花是很适合用枝条扦插和叶片扦插 花蕾和花朵都是可以的 月季扦插的最好的时机是在春秋两季 冬季扦插的话 如果说是保证不了温度的话 最好在春秋两季扦插 扦插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呢就是取这个月季花的叶片 然后呢找来大蒜 月季花叶片底部呢去给它涂抹上大蒜汁叶 大蒜汁叶呢有助于杀菌 还有粗生根的功效 我们呢再找来芦荟 芦荟切成小段 然后呢把这个月季花叶片插入芦荟中 插入芦荟中 芦荟里面的它有这个凝胶 它是可以促进生根的 而且呢这个芦荟的凝胶呢 它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可以防止这个叶片出现腐烂啊 黑腐的一个现象 我们呢把这个叶片插入好之后 一起埋入到疏松透气的土壤中就可以 温度最好保证在20到25度之间 要保证土壤的湿度 放在散射光的位置 不要去给它曝晒 要一定要保证这个通风条件好 等到20多天之后呢 这个叶片底部就能够生根 操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喜欢动手的话 又可以自己试一下 咱们俩下期再见